今天我想说说困扰移民家庭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沟通障碍 这个沟通障碍不光是语言 那么也包括文化上的 我认识了很多家庭 移民过来时间很长了 但是呢 父母中间有一些还是不能讲英语 甚至听不懂英语 那么这就存在一个问题 因为子女是在澳洲长大的 在澳洲学校里 他们接受了这个澳洲的教育 从语言上文化上 他们已经完全融入了 那么经过十几年的这个学习生活 他们已经在思想上文化上完全澳洲化 那么父母呢 有些仍然是扎在华人的堆里 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 他们之间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沟通 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有的子女长大以后 甚至心理上不愿意与父母呢 做深度的沟通 我认识一个家庭 这个父母中间妻子这一方呢 是比较的强势能干的 妻子在外面打拼 那么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在事业上 都已经完全的融入了澳洲社会 那么妻子经常投诉 跟我们抱怨说丈夫一天到晚有少好闲的在家 那么按说呢 丈夫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 甚至是尝过妻子的 但是孩子更愿意与妻子与妈妈沟通 那么不愿意与父亲沟通 因为他们也没有沟通的这个可能 因为语言上首先是不能够顺畅的理解 那么爸爸甚至听不懂孩子的英语 孩子呢也只能讲英语 中文呢就非常的深疏 磕磕绊绊的像这样的家庭 他得出自这个问题 这个原因在哪里呢 我想呢可能主要的还在于 很多移民的老移民的一代啊 他们的思想上 他们的文化上 他们没有摆脱这种传统的习惯的狭隘的目光 在文化上有一种狭隘的习以为常的一种目光 就是总是在小圈子里打转 你比如说在澳洲呢 有几个著名的华人聚居集中的地区 那么很多华人呢 他们在这个社交圈子里面呢 都是华人 他们买东西 他们的吃 他们的住 他们的玩 他们的所有的思想 都是在华人文化圈里面 那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悲哀 因为移民以后吧 人呢 应该是完全的融入 完全的开放 完全的包容的 如果你总是在这个小圈子里打转的话 那实际上你得没有移民 我觉得呢 对于这个家庭呢 也是不公平 对孩子是不公平的 我想呢 就是奉劝这些移民的家庭 或者打算移民的家庭 你们在考虑移民的时候 在心理上文化上 首先要做一个很好的建设